就已經有很好的基礎發展 那像這段部分的疫情 如果沒辦法去討論我們也是合作 我們也是一些補習班 可以透過雲端平台來做一個補課 來做一個學習 所以說現在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資訊的發達 無緣活戒 現在還要導致新的5G的時代還要來臨